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譬如说 我现在有到这个三个时间点 对不对 那我活到第一个时间点的这个机率是这个EVENT叫E1 那从T1活到第二个到T2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事件呢 我叫E2 那从T2活到T3的这个时间点这个EVENT我叫做事件我叫E3 所以说呢 我如果要算一个人可以存活到T3这个点的时候呢 那我这个是一个交集 这边它要活到T1 然后呢 活到T1之后的话 它又可以活到T2 然后呢 活到T3之后的话 它又可以活到T3 ok 所以说它是一个交集 所以说这个几率 第一段我们要算的几率 第一段我们要算的几率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它活到这个从0 从0活到T1的几率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再过来的话就是说 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桥件几率 ok 也就是说 在他 在这个人活到T1之后 它能够再活到T2的几率 ok 也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parability of E2 given E1 对不对 就是说它是一个条件几率 ok 是一个条件几率 然后呢 然后 它能够活到T2之后 ok 它能够活到T2之后 它活到T1又活到T2之后 然后它又可以 ok 活到T3的这个几率也是一个条件几率 ok 就是说 它活到T1 然后跟它又活到T2 ok 也就是说 它可以活到T2之后 然后呢 它又可以活到T3 ok 这个几率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 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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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到T2的这个几率 是一个条件几率 ok 也就是说 从T1活到T2的几率是一个条件几率 就是说 它可以活到T1 然后呢 从T1再活到T2 那从T2活到T3 ok 这个几率呢 也是一个条件几率 就是说 GIVEN 它能够 从T1 从0一直到T2 ok 它可以存活 然后呢 再算它 从T2活到T3的几率 所以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条件几率 这是一个条件几率 所以说呢 我们呢 诶 在计算 这个 呃 机遇率的时候 在计算这个 存活率的时候 那 诶 我们这个 每个时间点上呢 事实上是有这个事件发生 这什么事件呢 就是所谓的死亡事件 死亡事件发生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在每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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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就来看 ok 第一段 这个 一进来 ok 是有几个人 然后呢 到T1的时候 到T1的时候 它存活了几个人 存活了几个人 ok 存活了几个人 所以说呢 或者是说 诶 你在这一段 这一段当中 ok 死亡了几个人 ok 死亡了 用D来代表 死亡几个人 所以说呢 诶 这个 这个存活率的计算 这个存活率的计算 这个存活率的计算就是说 先把这个时间 ok 把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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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成几个 几个 interval 啊 时间的 呃 这个 interval 那这个 interval 这个 interval 怎么做呢 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死亡事件发生的 诶 那个时间 然后呢 在每一个 每一个区间里面呢 再算 ok 再进来 在这个区间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多少人 然后呢 那在这当中 ok 会有人死亡 ok 会有人死亡 也会有人 诶 因为这个 他不要参加这个实验 所以说都就离开了 但是呢 你就算 ok 进来这个区间的时候 T1的时候有多少人 在T2的时候剩下多少人 然后咧 然后 也就是说咧 也就是说它死亡多少人 所以说咧 我们就可以来算它的存活率 她的存活率就是说 啊 竟然 诶 就是 诶 诶 就在 我算T1到T2,我T1進來多少人,在T2的時候剩下多少人 在這個中點的時候剩下多少人,開始結束 結束的時候的人數除上開始的人數 這個就是在這一段我所算出來的所謂的條件機率 也就是說given它活到T1,然後它可以活到T2 也就是說我們中間這個機率,就Profit of E2 given E1 然後再把這些每一段都這樣算 然後它整體的存活率就是每一段的這個條件機率把它相乘起來 所以說這邊譬如說我有K段對不對 在TK點的時候它存活,那它是到D點一直到K點E 到DK點它都存活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它存活到K點E點的時候 從K點E點到DYK點它也存活的這個機率對不對 這個機率 然後再層上它存活到YK點E點存活的機率 所以說每一段都是一個條件機率 都是一個條件機率 什麼條件機率呢 就是說它必須存活到上一點 然後它又存活到這一點的這個機率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這邊就是一個所謂的卵超癌的機率 軟超癌的這個例子 那軟超癌事實上有分好幾類 有一類是叫做Low Grade 那這種是稍微比較好一點的 存活率比較好一點的 那另外一個叫做High Grade 我們這邊就用這個低度分化的 這種軟超癌的例子 那這邊的話 這邊有這個就是這個DES 這個DES就是死亡 那這邊YES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病人死亡 那NO的話就是表示這個病人沒有死亡 那也就是說這個病人他的資料是被射線的 就是說這個病人是12.4個月 但是這邊寫NO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12.4個月他是存活的 但是他真正死亡時間我不知道 真正死亡時間我不知道 那譬如說第二位病人 他在2.93個月他死亡 那我知道這病人呢 他存活了多少 2.93個月 2.93個月我知道 所以說這邊有12345 對不對 有12345 6 6點 6個時間點 發生死亡事件 發生死亡事件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把整個時間 把它切割成這個7等份 那6個發生死亡事件的點 所以說呢 所以說你看 我們這邊 就跟各位同學 那個稍微再講一下 對不對 譬如說我剛才的例子 我有6個死亡事件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那個死亡事件 發生的時間 發生的時間 發生時間的時候呢 OK 那這個N1 N1 N1就是說 在第一個時間點上的時候 他進來的 這個 這個病人數是多少 對不對 進來病人數是多少 OK 就是Number at risk 病人數是多少 然後咧 然後咧 再從T1到T2 這一點的時候咧 那他會死亡的 OK 發生死亡事件的人 有多少 OK 那有多少人咧 OK 這個 這個 他是射線 所以說咧 這個存活率 就是1減掉 OK 這個死亡率 死亡率是什麼東西 D1除上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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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所以說咧 在第一段 這個時間區間 我有 一進來的時候 有N1個人 一進來的時候 有N1個人 然後有D1個人死亡 有N1個人 OK 他是Sensor的 也就是說咧 他在這一點之後的話 就沒有資料了 OK 所以說咧 在進入第二段時間點的時候 第二段時間 第二段時間的時候咧 我這N2是什麼東西 N2就是N1 減掉N1 減掉D1 OK 就是N2 OK 然後咧 在這段時間點的時候咧 死亡多少人 死亡的D2個人 所以說咧 他的條件機率 就是活過第一段 然後咧 又活過第二段的條件機率 就是E減掉D2 OK E減掉D2除上N2 OK 然後咧 就是說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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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減掉D2除上N2 OK 他是一個條件機率 這什麼條件機率 就是說他活過第一段 OK 活到Y1 然後又活到Y2 OK 這個機率 好 那 這是條件機率 所以說 整體的機率呢 就是 就是第一段的機率 乘上第二段的機率 OK 就是 條件機率相乘機 那就這樣子 一直乘上去 OK 你像這個例子 我們有0 對不對 然後有 這邊 有6個死亡時間點 OK 0.92 2.93 5.76 6.41 10.16 然後呢 15.2 0 所以說呢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0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死亡 對不對 15 所以說 這個 SY OK 這邊的 這邊的SY OK 這邊的SY 就是 就是 在Y 時間 自存活率 OK 所以說 在 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0點的時候 OK 每個人都存活 對不對 沒有人死亡 所以說 這個存活率是1 那從0到0.92個月 對不對 我現在有 123456 OK 6個 這個 時間點發生 這個死亡事件 對不對 那從0到0.92的時候 欸 有一個人死亡 但是 沒有人 OK OK 沒有人 OK 沒有人 沒有人 所以說 所以說 他的存活率 就是 1 減掉 1 除上15 也就是14 除上15 那這個是0.9333 OK 然後 從0.92到2.93 這一點的時候 這個條件機率 就是 13除以14 對不對 因為只有一個人死亡 OK 但是呢 你要存活到2.93的時候 你就必須 就是 14 OK 這邊有講 這個是第一 到0.92個月 14除上15 OK 那到這個 到這個2.93個月的時候 是 14除上15 然後乘上13 除上14 OK 乘上13 那這個就等於0.8667 OK 就是一段一段要乘 OK 這個是 這個要先算他的條件幾率 就是13除上14 OK 從活到 幾分他活到0.91個月 那他又可以存活到2.93個月的幾率 就是13除以14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1-1除以14 OK 所以整體的幾率就是14乘上15乘上13除以14 OK 那我們就一直可以算到6.41個月 OK 那從6.41個月 到 到 10.06個月 我們回來看資料 OK 6.41個月 OK 到 到 10.61個月 對不對 那這後面 有1234 OK 四個人 他 他沒有死亡 他的資料是 SENSOR的 也就是說 我不知道 他這個病人真正存活的時間 但是我知道他的存活時間 是至少 OK 譬如說 第六號病人12.4個月 OK 所以說 在這裡的時候 OK 從6.41到 10.16的時候 OK 這一段 這一段 我們 有11個病人 從10.16個月到15.2個月 OK 我剛剛這邊 是不是 OK 從10.16個月 到 到 15.2個月 這邊有一個病人死亡 對不對 有一個病人死亡 那有四個病人 他的資料是SENSOR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 OK 這個6是怎麼來的 是 11-4-1 11-4-1 就變成6 所以說 從10.6個月 到15.2個月 OK 那病人的存活時間 是多少 就是 GIVEN 它活到10.16個月 OK 然後 它可以活到15.2個月的 幾率是多少 是5除上6 是5除上6 OK 所以說 整體的這個 你看 5除上6 OK 你看這邊就是 14除上15 13除上14 12除上13 11除上12 10除上11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 在前面五個點 OK 都沒有人發生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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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 最後一段時間裡面 有四個人發生SENSOR 有四個人發生SENSOR OK 那有一個人死亡 OK 所以說 這個就會 11-4-1 OK 之後變成6 OK 那 從這個 10.16個月 到15.2個月裡面 又有一個人發生死亡 所以說這個分子就會變成5 5除上6 OK 所以說 到15.2個月 OK 的存活時間呢 就是 將近55.56 0.556 那這種的話 我們就叫做 Couple Mile Estimate OK 叫做 Couple Mile Estimate O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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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 Mile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統計系 老師 這個 這個Couple Mile 可以最早的 這個存活率的 應用呢 是應用在精算師 精算師 算授險的時候 OK 算授險的時候 因為 這個授險跟這個存活率 有關係 然後它 它 要交到保費呢 要跟存活率有關係 對不對 存活率越高的 那個保費就可以交得比較低 存活率比較低的 那保費就要交得比較高 那一開始的時候 是 應用在精算 OK 這方面 保險 受險的保險費這方面 後來 才應用在這個 生物醫學 或者是其他的生物領域上面 所以這跟各位同學 稍微講一下 那 這個 這個就是存活曲線 OK 這 上面這條 這上面這條 OK 是 是 是 剛才講的 這個是 低度分化的 就是 Law Grade 那下面這條的話 就是 就是 High Grade 剛才這個資料 有High Grade 有Law Grade 我們例子只有做Law Grade 所以說你看 到最後 這個15.2個月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差不多 0.55左右 5.55左右 OK 那存活率的話 當然就會隨著時間的 增加 而 下降 下降 這邊就跟各位同學 稍微 說明一下 這個 應用 那 這條最後的總結 就是 我們講了一下 機率的基本概念 還有 要不然空間 那機率 OK 我們是把它 把它標準化 所以說使這個 事件發生的機率 是在0.1之間 然後 我們 教了一下 加法法則 OK 那護士事件的話 就是這兩個A和B的事件裡面 沒有相同的元素 所以說 它是一個空集合 OK 所以說它的機率就會等於0 那條件機率的話 這個定義就是 這個 這個 A跟B的這個 連擊的機率 除上 B的機率 就是在B發生之下 OK 然後A會發生的機率 那 那個獨立事件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 這兩個事件 OK 互不影響 所以說 條件機率 就跟原來機率是一樣的 那在這種 在這種條件之下的話 這個 這個交集的機率 OK 會是兩個個別機率的 那個 相乘機 那這個是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 在這個定義之下 那這個交集的 兩個交集的 兩個事件的交集會等 的機率會等於個別事件 機率的相乘機 但個別 但是這個成立 OK 交集的機率會等於個別機率 個別事件的成績 OK 機率的成績 並不能夠證明說 A和B是互相獨立的 OK A跟B互相獨立 OK 這個成立 但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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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成法的 這個規則成立的時候 並不代表這個 獨立事件是成立的 所以說 這個是 一邊的 然後 我們講了一些 這個 貝斯定理 然後講了一些應用 診斷 身算比 和存貨機率 所以說機率是 是蠻有用的 OK 這邊 這邊先跟各位講一個 那個 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是這樣子 這邊 這邊跟各位同學 稍微 這個 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叫做 這是一個 Study 叫做 Servistic Touch OK 那 就是說 有些 呃 人 覺得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 人會生病 因為是我們的這個 身體的 身體的 能量的分佈 那個 這個不平均 不平均 所以說 他 就會倡導 就是說 我們 這個 希望能夠 借用 這個 把這個 身體的 這個 這個 能量 這個 把它 弄成平均 來治療 這個疾病 那這種叫做 Servistic Touch 可以 這種治療方法 那這 Servistic Touch 這個 這個 就像這位人 這位女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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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感覺到 這個 人的 這個 能量廠 OK 叫做 能量廠 叫做 Energy Fuel OK 叫做 能量廠 OK Energy Fuel OK 所以說 Energy Fuel 能量廠 所以說 他會感覺到 這個 人的 能量 所以說 這位小朋友 可以 這個叫做 一個 14歲的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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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a OK 然後 他就 來測試 這些 所謂 可以感覺到 能量廠 的人 到底有沒有這個功力 OK 所以說 那 這個 這個 這位女士 OK 她 兩個手 是平放在桌上 然後 有一個 有一個 screen OK 然後遮住 然後 這個小朋友 就把她的手 OK 放在 這位女士 一個是左邊 或右邊 那 那 請這位女士 來說 OK 她現在的手 小朋友的手 是放在左邊 或者右邊 左邊或右邊 所以說 一共 每一個人 就是 測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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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來計算 她 這個判斷 正確 對 的次數 那這邊的話 這邊就有 例子 這邊的 Data在這裡 OK 這邊的Data在這裡 OK 這邊的Data在這裡 OK 這個是 CMT OK 就是他們這個 這個 有執照的 這個 按摩師 那 每個人做十次 OK 那做對的 OK 就是C 就像第一位 她一共 猜對了 四次 猜對了十次 OK 然後 第二位 猜對了三次 OK 也三次 OK 然後就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說 這個猜對次數 從 3到 8 從超3到8 那 那 這樣子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 來說明 這些 所謂的 能量治療師 可以 有這個能力 可以 來 感覺到 這個人類的能量 OK 那 結果是 不行 OK 那怎麼做呢 那這個每個都是一個 我們今天要教的 這個所謂的 二項分佈 二項分佈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機率都可以算出來的 所以說 她這邊 一共 十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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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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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做十次 有一些人做二十次 但是一共做兩百八十次 二百八十次的話 那 一百二十二次 是 是猜對的 那 如果用猜的話 OK 是百分之五十 大家可以看 這百分之五十 跟四十四 OK 非常接近 我們 這個 期中考之後 就會教 Inference 那你就可以 來檢定 這四十四 跟五十 直接是不是有差異 那結果是 是沒有差異 那 這邊 Paper 這個 發表在這個 美國醫學雜誌 美國醫學雜誌 非常好的期刊 各位同學講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來判斷 這個 來判斷這個 所謂的能量資料師 OK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個 能力 來 來這個 來 正確的 OK 感覺到 我們的 這個 身體的能量場 OK 那這個例子是 說 大概 大概不可能 大概不可能 那也就是說 像這種 都要做實驗 科學的證據 比如說 你有辦法 隔空取 OK 這種東西 好 那我們這邊就講 這個 分離變數 OK 分離變數的 這個 這個 什麼叫做分離變數 分離變數就是 一二三四 OK 可以整數的分 這個是整數的 那我會介紹一下這個 機率分布 然後介紹一下這個 二項分布 然後介紹一下這個 化粧分布 那這些都是很有用的 有些大家 大概在高中都有 都有學過 但是例子 大概 比較 少舉 剛才就是一個例子 可以直接用二項分布 就可以來證明 這個 這個所謂的 能量資料師 似乎沒有這個能力 能夠感覺到 這個 人類的能量長 好 分離隨機變數 就是說 我這邊呢 丟銅板丟三次 OK 就銅板 銅三次 然後 我定義一個變數 叫做X 那X呢 是正面的次數 OK 是正面的次數 那 如果它 如果它是正面 我就說它是1 如果說反面 我就說它是0 OK 所以說 X 它可能的那個 那個數值呢 可能 可能是0 1 2 3 OK 那這個就是整數 為什麼會是0呢 就 丟銅板三次 全部都是反面 OK 所以說 這個加起來就是0 那可能是 丟三次銅板 有一次是正面 那有一次 是兩面 有兩次是正面 有三次是 全部都是正面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在丟銅板 還沒有丟之前呢 我根本 無法 預測 這個 我得出來的 到底是0 或1 或2 或3 對不對 我還在還沒有丟之前 我知道 它可能只是0 1 2 3 但是我還沒有丟之前的話 事實上我不知道 雖然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可以把 這個 這個三次都是 正面 或者是三次 有一次是正面的 OK 這個幾率 我可以 我可以算出來 我可以算出來 所以說呢 所以說 這個x OK 是出現正面的次數 它是一個 是一個變數 對不對 它是一個變數 對不對 它會變的 0 1 2 3 那出現0 出現1 出現2 出現3 分力來算的 所以說呢 它是隨機變數 它是隨機變數 然後呢 它又是 OK 這個整數 所以說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分力隨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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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呢 那 很簡單 我要算 它出現0 1 2 3 次數的 這個正面次數的 這個幾率呢 我怎麼做 就是用 我們剛才所講的 先把樣本 樣品 空間全部算得出來 對不對 那我丟銅板丟3次 我可能的這個 出現正面的 OK 這種 可能的事件 可能的 可能的 這個 所有可能的 這個 情形是有多少種呢 是2的3次方 對不對 一共有多少 有8種 對不對 第一種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三個都是正面 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三個都是反面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再有可能性 是第一次正面 第二次是反面 第三次 第一次正面 第二次正面 第三次反面 那這個 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第一 第三 是正面 第二次是反面 然後呢 還有一種可能性呢 就是 這個第一次是反面 第二第三次是正面 對不對 那反面的可能性 反面的可能性 是有那個 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第一次是正面 二三是反面 然後再過來的話 是第二次是正面 一三是反面 那 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一二是正面 第三次是反面 所以說 一共有八種可能性 一共有八種可能性 那這邊的話 是有把 把這個 丟銅板的 這個前後順序 是有算在內 是有算在內 所以說 但是咧 我們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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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ok 是 這個 x等於0的時候咧 就是表示說 三次都是反面 對不對 所以說咧 沒有一次正面 對不對就是0 然後咧 這個 x等於1的話 只有一次正面 對不對 一次正面 那其他兩次都是反面 那這裡面的 這個 這個 outcome 有多少種 有三個對不對 然後 2 這個 正面是出現兩次的 ok 的結果 的次數咧 是有多少 也是有三個對不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三次都正面 只有一個 對不對 那這邊就是講說 每一個結果出現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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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率都是一樣 都是八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 我全部的樣品空間的 這個 所有可能的 這個 個數多少是八 所以說 這個 x等於0的幾率 就是八分之一 x等於1的幾率 就是一次正面的幾率 ok 出是 八分之三 然後咧 這個 兩次正面的 是 八分之三 因為這邊有三個 這個可能的結果 對不對 那 三個都正面的幾率 ok 就是八分之一 所以說這個幾率就可以算出來 ok 它是 它是變數 對 每個變數出現的 這個幾率都不 出現的 出現的 ok 這幾率 都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隨機變數 對不對 然後咧 我們可以把 把這個 十方圖把它畫出來 0 1 2 3 0的時候出現幾率 ok 是八分之一 1的時候出現幾率是 八分之三 2的時候八分之三 你看 這邊的話 就是 它的主 boundary 就是0.5 負的0.5到0.5 0.5到1.5 ok 這樣子 你看 這個 你看一下 它是對稱的 對不對 它是對稱的 對稱於 這個多少 這是1.5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 這個說 它的命 就是等於1.5 這個命等於1.5 等一下命可以 算給大家看 你看這個 這個指方圖 它的分佈是一個 對稱分佈 所以說咧 所以說咧 從這樣子的 這個 我們先把出現 一次兩次三次的 四次 0 1 2 3次的 幾率把它算出來 然後咧 我們就可以來算一下 其他的幾率 ok 譬如說 我丟銅板丟三次 正面出現至少兩次的幾率 至少兩次是大於等於 大家要知道大於等於 至少兩次就是兩次或三次 對不對 所以說咧 這個大於等於 這個分力變數 ok 這個等於是 等於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考慮到等號 所以說咧 這個就等於二 或等於三 就八分之三加八分之一 就等於二分之一 小於 ok 二次 這沒有等於 小於二次 ok 小於二次 小於二次 ok 的幾率呢 是等於至少二次的幾率 至少二次的幾率 小於二次就是0或1 對不對 但是大家知道 這個 這個小於二次 ok 跟至少兩次 ok 這兩個是互補事件 這兩個是互補事件 所以說咧 所以說 小於兩次的 這個幾率 就等於一減掉大於等於兩次的幾率 ok 那就是一減到二分之一 就等於二分之一 ok 好 然後咧 我們算一下 這個分力變數的期望值 ok 這次叫做 期望值 就是我們 所 會 的 屬性平均 就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 population mean ok 就是我們的population mean 所以說咧 這個 這個 那個 因為是 因為這個英文叫做 expected 是期望值 所謂期望值 就是 就是期望 期望值 所以說咧 不一定會等於 裡面的 任何的數值 ok 就期望 我期望這個 昨天可以中獎 但是 欸 有沒有人中獎 是E 對 期望 那不一定可以達到 好 那就是 我們通常用mu ok mu就是 代表足以平均 那這個叫做 這個e of x ok 就是用這個e 那期望值是什麼東西 期望值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平均數 一個加全平均數 加點平均數 好 什麼是加點平均數咧 就是說 就是說 我把所有可能的 這個 這個出現的數值 就是 用它的這個出現的幾率 ok 作為全數 ok 做個加全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喔 就是 就是summation ok 這是何 x i 乘上p of x i x i x i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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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立全區變數 可能的 數值 x i 然後它所發生的幾率 ok 是p of x i 把它加起來 好 那我們算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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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頭丟三次 ok 出現正面的 幾率分佈 那我們知道咧 這個 這個 它可能只是0 1 2 3 對不對 那0的幾率是8分之1 1的幾率是8分之3 2的幾率是8分之3 3的幾率是8分之1 所以說咧 這期望值咧 就是 個別的可能發生的數值 乘上它 相對應的幾率 就是0乘上 8分之1 就等於0 1乘上8分之3 就等於8分之3 2乘以8分之3 就等於8分之3 3乘以8分之3 也等於8分之3 全部加起來 ok 加起來等於 2乘上8分之3等於8分之6 對不對 全部加起來就等於12乘上8等於1.5 ok 等於1.5 你看1.5不在這裡面 ok 不在這裡面 ok 所以說期望值 ok 不一定會等於我們 這個可能的 這個數值 ok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1.5在這裡 1.5 正好在中間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分佈是對稱的 ok 那個期望值還蠻有用的 蠻有用的 那大家如果喜歡投資的話 那這邊講個例子 ok 就是說 欸 你有種債券 有兩種債券 那 第一種債券的話 ok 他 如果沒有 沒有倒的時候 呢 他的這個 這個收益 ok 利息是4% 但是他有2%的機會 可能會倒掉 ok default rate 那第二種債券呢 ok 他的return呢 是2.5% 2.5% ok 那都比現在的這個利息都高 現在的利息是1.多% ok 然後呢 但是呢 他的這個倒掉的機率呢 欸 比這個要小一半 是1% 那 那你就要做決定呢 你到底你現在有5千塊美元 對不對 5千萬美元大概是 10萬台 15萬台幣 對不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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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要到底投資 X ok 這個bund還是Y 到底要投資哪走 好 那這種的話 ok 決定這個 就是不要 就像我們上次那個放的影片 ok 不要讓你的情緒 影響到 你的決定 你要讓數字說話 那你就算他的期望值 算他的期望值 ok 好 我的第一 第一種債券 對不對 我投資這個 五千元 那 我可能的這個 這個 收益 ok 是本來是4% 是 是 200塊 對不對 但是呢 我有可能 全部都 失去了 對不對 有2% 他會導電 所以說呢 他有兩種 兩種可能值 ok 一種就是 我可以得到200塊的 這個收益 對不對 那他這個幾率是0.98 對不對 有0.98的幾率 他不會導 ok 但是呢 有0.02的幾率 他會導 一導的話 ok 你這五千塊全部都 丟到那個 台大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嗯 這個 水溝裡面去的 太大很多水溝 那 所以說呢 你的期望的這個 這個收益呢 是多少 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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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回收也不太多 你看0.96 除上 五百 五千 還沒有到兩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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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你第二種 ok 就是你二點五趴的收益 但是 只有一趴 他會 會 會倒掉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你第二種 2.5趴的收益的話 是一百二十五塊 美元 但是 你有一趴機率 會 會倒 所以說呢 0.1 一百二十五乘上0.99 對不對 因為 百分之九十九 ok 他不會倒 但是呢 有0.01的機會 他會倒 那你就減掉五千 ok 至於他的期望值 那73.75 ok 那這個更低 大概是 1.4多 ok 我有算一下 所以說 大概是 這個 這個期望收益 是比較高 所以說呢 從這個期望值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 投資 ok 第一種債券 這就是 大家可以 利用期望值 來算一下這個 你投資 預期的期望的收益 收益是多少 ok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什麼 排行榜 對不對 排行榜事實上 也是一種 ok 這個 期望值 ok 比如說 我現在呢 我來決定 ok 哪一種 這個 某一個 某一條歌曲 ok 是 他的這個 收視率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他的排行榜是 在哪裡 那我怎麼做呢 我有評分 ok 比如說 1到5分 5分是最好 1分是最爛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比如說 我有 我就是 做這個問卷 ok 做民調 然後呢 其中呢 有7%的 ok 這聽眾呢 他的評分是1 7%的評重 他的評分是 評分是2 22 OK 他的評分是3 21%的評分是4 43%的評分是5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就來算 ok 這個 整個的 這個期望值 ok 也就是他的這個 價值平均 所以 1乘上0.1 就是0.07 2乘上0.07 就是0.14 3乘上0.2 0.66 4乘上0.21 ok 就變成0.84 那最後一個是5乘上0.43 就等於 2.15 所以說呢 這個全部加起來 是3.86 ok 所以說這條歌 這周 這一周的得分 就等於3.86 ok 那你每一條歌 都用這樣子的 這種方式 去算他一個期望值 然後呢 把所有的分數 ok 做個排序 那最高的 ok 那就是 本周的排行榜的第一名 對不對 次高的就是第二名 那 這個排行榜 o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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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算法 大概就是這樣子來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來的 跟各位同學稍微 說明一下 好 然後呢 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買這個 壽險 可以 這保險公司是穩賺的 你看 譬如說 這邊的話 就是說 你買壽險 壽險額是2萬 2萬 然後呢 保險費是 每年是交300 交300 那 假設 你非常年輕 那 你會死亡的這個幾率 只有千分之一 那 死亡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死亡的時候呢 你也會買一些這個 這個 災害險 也是一樣 那你交多少錢 ok 所以說呢 所以說 我有 99.9%的機會 這個 不會死亡 那 我買的這個 旅遊險 這個災害 是不會發生 那 這300塊呢 就被這個 保險公司賺去了 ok 那300乘上 0.99 就是299.7 對不對 好 這個沒有死亡 那 如果死亡的話 ok 那保險公司 那就要全賠 對保險公司來講的話 他就要賠 2萬 但是呢 我們已經 交了300塊錢的 這個保險費 所以說 保險公司 事實上是賠是 19700塊 ok 那是有千分之一的機會 ok 這個會死亡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這乘起來就是 負的19.7 所以說 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280塊 ok 也就是說 保險公司 事實上 是賺了280塊 賺了28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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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穩賺不贏的 ok 穩賺不輸的 所以說 這個 但是 也是有百分之一的機會 千分之一的機會 會 會發生事情 這也是 用期望值 ok 來算 來 來計算 這個 保費要交多少 這 辦公司 用來計算 保費大概要交多少 ok 他才得到 某些 可能的 合理的利潤 ok 那 最後一個 例子 就是 大家都知道 都喜歡買樂透 好 樂透 比如說 大樂透 頭彩是2億 ok 49取6 那你要不要玩 對不對 以前 台灣的這個樂透 ok 還挺蠻貴的 ok 一張50塊 美國的話是 紐約的話 是一張一塊錢 ok 30塊 所以說 挺貴的 ok 所以 重大 大樂透 大樂透的幾率是 7.15乘上10的負多少次方 負八次方 ok 所以說 買一張50元 重2億的幾率呢 是7.15 ok 乘上10的負八次方 ok 所以說 所以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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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張熱透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會中 會中獎 得到這個 獎金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這邊 這邊是2億 ok 如果你中了2億 對不對 你中了2億 但是你還要 減掉50塊 ok 因為你已經投資了50塊 對不對 那這個幾率是7.15乘上10的負八次方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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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 已經投資了 這50元嘛 所以這邊是負的50 乘上1減掉 7.15乘上10的負八次方 所以說 你買一張 買一張50塊的 這個 這個 大樂透 財券 ok 你期望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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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報頭率是多少 是負的 35.6 98 負的35.7元 ok 這個 不太值得投資 ok 不過 我們還是有去買 下午也有去買 這個11億 到底有沒有中獎 不知道 所以說 欸 平均而言 就捐了 ok 35.698元 給政府 ok 那事實上呢 就是一個這個 變相的這個 繳稅 ok 那你要不要玩 對不對 但是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樂透呢 有一部分是 用來做公益 做公益 所以說 你看 你看 每天如果 假設有10萬人 買大 大 樂透 對不對 所以說 收入就是 350萬 一年收入多少 這邊寫了 12億 ok 哇 政府賺很多錢 這只是 很小的這個 2億而已 2億而已 如果現在是 這個 溫利財是11億 對不對 這個都不知道多少錢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溫利財是11億 ok 它是幾號去幾號 你可以 你一次 ok 是100元 對不對 那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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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這個 期望的收益是多少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大家 我們回來 開始上課 我們剛才 第一節課 講了一下 這個分率變數的 這個期望值的計算方法 還有它的應用 對不對 那分率變數的 這個 這個 隨機分率變數的這個 變方 ok 就是VIRUS變數呢 怎麼算 這個也是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分率變數 跟這個 它的平均數 差 的平方 也就是它的距離的 這個平方 那 用這個 這個 這個 變數 發生的幾率 作為全數 ok 再做一個 做一個加全 ok 那就是 x減掉μ的平方 乘上這個 這個 這個 發生的幾率 ok 那 減算法的話 就是 就是 這個 x的平方 乘上這個 x發生幾率 減掉μ的平方 減掉μ的平方 那 這個分率變數的 這個 這個 標準 x ok 就是這個 這個變數的開更好 就變數開更好 來我們 動 動 一切 有些 比奔 有些 的 一切 這個 這次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剛才我們這個丟銅板 丟三次出現正面的 這個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可能有三個值 0123對不對 然後呢它機率是1% 1% 3% 3% 1% 對不對 所以說按照我們的公式 就是這個 這個隨機變數的值 跟它的平均數的差的平方 那剛才我們已經計算過 它的期望等於1.5 所以說0-1.5-1.5 1-1.5是等於0.5 2-1.5等於0.5 3-1.5等於1.5 然後再把它平方 對不對1.5的平方等於2.25 -0.5的平方 這是-1.5的平方2.25 那這-0.5的平方是0.25 0.5的平方 1.5的平方2.25 然後再乘上它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邊就這個是2.25乘上1% 就0.28125 那0.25乘上83是0.09375 0.25乘上83也是一樣 等到相同的值 然後2.25乘上81 也是等於0.28125 這會等於0.75 0.75 等一下我們可以由公式來計算 這個0.75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是直接計算 直接計算 按照這個便方的期望值 所以說0.75的開根號 就是0.866 就是它的這個標準差 OK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來 剛才已經跟各位稍微講了一下 這個二項分布 剛才是說 丟頭滿丟三次 可以出現正面的次數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已經是一個二項分布了 但是我們這邊再介紹一下 正式介紹一下二項分布 大家以前大概在高中也有學過 就是說 我現在呢 我 這實驗結果 OK 實驗的結果只有兩個結果 OK 就同版正面反面 總指是不是發芽 OK 發芽不發芽 小孩的性別難過履 殺同期的成效 死亡或存活 政策 對不對 贊成或反對 進入三店OK 是不是購買或不購買 這個能量治療師 是不是可以判斷 這個感覺到這個 人類的能量廠OK 是yes or no 對不對 所以說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用成功和失敗 來代表 成功就是S 失敗就是F 成功就是success 失敗就是faria 所以說呢 我們在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根據過去的經驗 一個客戶進入一家商店會購買 商品的機率大概是40% OK 商品的距離40% OK 好 那請問三位顧客中 有兩位會購買 這個商品的機率是多少 OK 所以說呢 我的隨機變數是購買商品的 會購買商品的個數 對不對 然後可能數學值剛才就是有三位 就是0 1 2 3 都不會購買 1位購買 2位購買 3位購買 所以說呢 那我現在就要知道說 有兩位會購買 X等於2 他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問題的這個特性 這個這個實驗 這個整個這個實驗 三位這個顧客會購買商品的 這個整個的這個實驗 事實上是包括三個小實驗 OK 每個小實驗呢 就是1位顧客 會購買商品 OK 試試看看 第一位會不會購買 第二位會不會購買 第三位會不會購買 OK 那每一個 每一個小實驗呢 只有兩個結果 就是購買就是yes OK 那不購買就是失敗 購買對商店來講的話 就是成功嘛 他會購買 對不對 所以說三個小實驗 每個小實驗 是一個顧客 會不會購買商品 OK 所以說呢 成功的幾率是0.4 那失敗的幾率 OK 那這兩個是 互補事件 OK 所以說一減掉這個 成功的幾率 就0.6 OK 好 那 那我們這邊呢 假設 每一個顧客 他會購買的幾率 都是一樣 都是0.4 0.4 然後呢 每一個顧客 都是獨立的購買商品 OK 我們現在先做這個假設 當然呢 有時候這種 不見得會 因為大家 這個 朋友一起去買的話 難免會受到朋友的影響 但是我們現在先假設 每一個顧客 都是獨立 購買商品 不會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所以說 所以說樣品公圈呢 跟丟三個銅板 出現正面的樣品公圈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 H 放成S 這個 Tail 就放成F OK 就有八種 可能的結果 對不對 Outcome 那 有兩位 兩位 顧客 會買商品的 OK 他的這個 這個事件 裡面的結果 是有三個 OK 第一位 第二位會買 第三位不會買 第一位第三位會買 第二位不會買 第一位不會買 二三位會買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每個都可以來算他的 他的幾率 OK 第一位會買 第二位會買 第三位會買 OK 然後咧 我們把它寫成 這個個別會買的 或不會買的幾率 大家知道 從 這個事實上是 這個事實上是交集 第一位會買 跟第二位會買 第三位不會買 OK 這是個交集 大家知道這個交集可以寫成 這樣子 個別 這個事件 幾率的相成績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哪裡 大家知不知道 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 OK 最重要的原因是 每個顧客 獨立購買 OK 所以說咧 然後這個 所以說 這個交集的 這個幾率會等於 個別幾率的相成績 OK 所以說才可以 0.4乘上0.4乘上0.4乘上0.6 變成0.4的平方 OK 乘上0.6 所以說 這個是 這個是交集 OK 交集 這是交集 第一位會購買 集第二會購買 集第三位不會購買 OK 這是交集 那又因為每一個顧客 購買行為都是獨立的 所以說呢 這個交集的 OK 這個幾率會等於 個別 事件的幾率的相成績 大家曉得 OK 我們有這個假定 如果這個顧客 購買行為不獨立的話 這個就不會成立 OK 大家必須要知道 所以說呢 第二個可能性是 第一位購買 第三位購買 第二位不會購買 那也是一樣 因為 它真的是獨立 獨立的事件 OK 所以說這個幾率會 變成相成績 那這個 這個 就是0.4乘上0.6乘上0.4 正好是0.4的平方 跟0.6乘上0.6 跟前面一樣 然後呢 第一位不會購買 23都會購買 OK 然後 這個乘出來也是一樣 也是獨立 然後呢 這個X2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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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2 會等於 第一種可能 第一種的結果 的幾率 加上第二種結果的幾率 加上第三種結果的幾率 大家 大家 我剛才就按錯了 這個就 我找不到 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個幾率可以相加 這個 這個X等於2 OK 這個幾率 為什麼可以降降 大家知道 知不知道這幾率為什麼可以降降 因為這三種事件 是互刺事件 就是說 如果第一位會買 第二位會買 第三位不會買 OK 這個事件 跟第一位會買 第二位不會買 跟第三位會買 這個事件 是互刺的 然後呢 這兩個事件 又跟第一位不會買 第二位會買 第三位也會買 這個事件是互刺的 OK 這是互刺事件 所以說 大家 在算幾率的時候 OK 要了解 OK 哪些是 是獨立事件 哪些是互刺事件 因為 這三個 OK 這三個事件 這結果是互刺的 所以說 他的 他的 我們算這個X等於2的時候 X等於2的時候 OK 我們是算 這三個 這個結果的一個年級 對不對 因為X等於2的話 是包括三種可能性 對不對 這三個都會等於2 對不對 所以說 我是算他的年級 就是第一位會買 第二位不會買 第三位不會買 OK 或者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會買 第二位不會買 或者 第一位不會買 第二位第三位會買 這個是 年級 OK 那又因為他們這三個 這三個結果是互刺的 所以 所以年級的機率會等於個別機率的相加 相加 所以大家必須要了解這個 那 但是這三個機率都一樣 所以說 就變成3乘0.4的比方式 0.6 OK 所以大家必須要知道 這 這前面個別 結果的機率 這計算是根據 是獨立的 OK 那最後 OK 這個等於2的這個機率 為什麼可以變成這 這三個機率相加 因為這三個結果 之間 OK 是互刺的 OK 所以說呢 所以說我們呢 就可以寫成這個 這個 OK 0.4為購買 顧客購買商品的機率是P 0.6為購買 顧客不購買商品的機率是Q 1-P 那 那個3 OK 3 就是I-State 2 它有幾個這個結果 它有幾個奧客 它有三個 OK 那就是三位中 OK 會購買 也就是說呢 三位顧客 可以購買商品的可能組合 OK SSF OK 第一位第二位購買 SF S1 3 FSS 2 3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 這個 S-2的機率 寫成 3取2 0.4的平方 乘上0.6的平方 OK 0.6的平方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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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我剛才就是用例子 OK 來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二項分布 這個 它的這個 這個 基本的這個公式的 這個 這個 狀況 那這邊就講一個 很簡單的這個 基本公式 就是說 我現在有N個相中小實驗 就就就像剛才那個 顧客 三位顧客 這N等於3 OK 那每個小實驗呢 有兩個 這個結果 OK 一個是成功 一個是失敗 OK 成功幾率是P 失敗幾率是1-P 對不對 那小實驗之間 OK 是互相獨立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每個顧客購買 這個 這個商品 OK 這行為是互相獨立的 那X是成功的事數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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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會等於 有N個 OK 小實驗裡面呢 有X會成功 對不對 有三個人 裡面結尾的 有兩個人會購買 OK 就是N-X P的X 四十方 Q成為N-X 四十方 OK 這邊 這 P的X 你看可以等於 N去X X P的X Q乘上 N-X OK 那 我們剛才的 剛才例子是 N等於3 OK 然後 X等於2 P等於多少 P等於0.4 Q等於多少 OK 所以都帶進去 這個 X等於2的時候 3取2 對不對 然後 這個0.4 0.4 X等於2 所以X等於2 OK 然後呢 這個 Q等於0.6 對不對 然後呢 N-X OK 43-2 OK 所以說 就會變成 什麼東西 3取2 0.4的2 4方 0.6的1 OK 然後 另外一個 大家 應該 也很清楚的 OK 這個N-X 是等於 這個是N-X OK 是等於多少 N的什麼東西階層 乘上X階層 乘上N-X階層 OK 什麼是階層 N的階層 OK 是等於多少 等於N乘上N-1 然後我給它乘上N-2 一直乘乘到3乘2乘1 對不對 譬如說3的階層 3的階層等於多少 3的階層等於3乘2乘1 OK 會等於6 OK 所以說3取2 3取2 OK 3取2 3取2是 3的階層 除上2的階層 除以3-2的階層 OK 這邊會等於多少 3乘2乘1 2的階層是2乘1 這個是1的階層 OK 這個1的階層就是1 OK 1的階層 OK 1的階層 這等於1 所以說呢 這個消掉 這個消掉 這等於3 OK 這等於3 這個各位稍微 說明一下 大家在高中都應該有學過 然後神訟書上的469到480頁 OK 有給二項分布的這個 累積機率表 OK 然後這邊就稍微講一下 這個二項分布的這個 呃 這個呃 期望值 期望值 OK 二項分布 大家期望值知道嗎 期望值就是 這個 這個xi乘上pxi 它的 它的一個什麼 加權的這個平均數 OK 所以說呢 這個機率等於多少 n取xp的xq q的n-x OK 所以說呢 這個n取x的這個公式什麼東西 是n的階層 除以x的減掉 呃 乘上n-x的階層 p乘上xq乘上n-x OK 然後呢 這個x會消掉一格 對不對 這個x消掉一格 這個x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x乘上s-1 乘上s-2 一直乘下去 所以說 這個x會消掉 這邊就會變成 x-1的階層 x-1的階層 那我現在就要配這個東西 OK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我把n把它提出來 OK 這個分子就變成n-1的階層 然後呢 那我再把p提出來 一個p提出來 那這邊就變成p乘x-1 對 1次方 對不對 那這邊就是說 我有n-1個這個 n-1個這個什麼 實驗裡面呢 有x-1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會成功 會成功 那 這個 OK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二項式公式 就會變成n加q的n-1次方 p加q 是等於1嘛 那這整個項就會等於1 所以說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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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項分布的期望值就等於n乘上p OK 就是 我實驗的次數乘上 成功的幾率 OK 大家 公司的導演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不必太 絕對不會考 OK 但是呢 你要了解這個期望值的意義 OK 期望值的意義 OK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 實驗的次數 乘上 成功的幾率 OK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成功的次數 OK 成功的次數的期望值 OK 好 然後呢 這個 二項分布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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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方是怎麼倒的 OK 那我們求二次方 OK OK 我們 我們 我們用這個公式 OK 來做 所以說呢 我們就先求 S平方 OK 它的期望值 對不對 那這跟這個 一四方是一樣的 OK 一四方是一樣的 OK 這邊是二四方嘛 所以說 這邊就變成 這個S OK 就會變成 這個 我就把它 這 這 這 S平方 會等於 S平方 會等於X 乘上 S寫一 加上X OK 好 加上X 所以說 所以說 就 就把它 變成 兩項 X乘上S寫一 那這邊乘上X OK 那 那 這一項 我們已經知道 OK 它是 X的期望值 那它就等於 N乘上P 那這一項的話 OK 有X乘上S寫一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消掉 這邊就變成S寫二 然後這邊的話 就把 把N乘上N-一 提出來 就變成N-二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會變成P P的N-二四方 然後這個 就會等於一 所以說 就會變成 N乘上N-一 乘上P的平方 OK 加上 N P 加上NP 那 那這個 這個 欸 Sorry 那 那這個 變方 就會等於 這個 Sumation Si的平方 乘上P 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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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辯方會等於這個成功次數乘上成功的機率 這個N是實驗的次數 實驗次數乘上成功機率再乘上失敗的機率 所以辯方會等於什麼東西 辯方會等於實驗次數乘上成功的機率再乘上失敗的機率 所以說二強分布的期望值與辯方是等於什麼東西呢 期望值就是實驗次數乘上成功的機率 辯方等於什麼東西 這個實驗次數乘上成功的機率再乘上失敗的機率 然後這個Stand Dimension把它製成它 所以說有N個小實驗 其成功機率為P的二項分布的隨機變數 我叫它X 我們有一個這個標示 來代表說這個X是二項分布 這個X 我們用BIN BIN就是什麼東西 前面這個BIN 前面這三個字 然後呢 這個N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P N是什麼東西 N是實驗次數 P是什麼東西 成功的機率 OK 從這樣子X OK BIN N 和P 我們就知道 這X 它是一個二項分布 OK 這二項分布 裡面有N個實驗 OK N個次數 實驗次數 然後它成功機率是P 好 好 我們咧 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醫學實驗 OK 疾病 那我們希望這個 這個 成功的這個 治療 治癒的 這個幾率是90% 就是沒有治癒的是 10% 那現在 我做實驗有20個病 OK 那我們 我們 期望它可以 有多少人 會被治癒 對不對 所以說 我這邊有20個病人 每個病人 都是一個小實驗 所以說N得20 對不對 我實驗的次數是20 那我成功機率多少 成功機率就是 這個治癒率 OK 就是我成功的機率 OK 是90%0.9 所以說 那這個是 每一個病人 它都獨立的 對不對 所以說它是二項分布 OK 那這個二項分布就是 X 就是BIN 200.9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它的期望值就是 N乘上P 就是 我這個 實驗的次數 OK 乘上成功的機率 就是18人 18人會成功 然後呢 這個 最多 有15個人 會被 治癒 會被治癒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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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5個人會被治癒 OK 最多 就是X 小1等於15 最多有幫過15 OK 幫過15 那就是 I等於 就是 這邊 大家知道 有20個病人 OK 它 會被治癒的病人的個數 從0到20 對不對 沒有人會被治癒 一直到20個都被治癒 對不對 那現在是說 至多要小1等於20 所以說呢 你要從 這個 X等於0到15 OK 把它加起來 20去X 0.9的X 0.1的 這20-X 那這個 你用去手算 OK 你會算是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那 大家可以看 神老師書上的 OK 大家去看一下 神老師書上的 這個 神老師書上的 479頁 我看一下 神老師書上的 這個480頁 480頁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邊 這個 這邊 這邊是N 那就 就是我們這邊N 然後有Y Y就是我這 我這邊的X 那上面有機率 對不對 上面有機率 你看到這個N等於20 這個N等於20 N等於20 N等於20 然後你看這個 看這個 Y是15 N等於20 Y是15 OK 那你機率是90% 機率是90% OK 你 你看過去 就知道說 0.0432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0.0432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嗎 OK 所以說 神老師書上的 這個機率 是累計的 OK 是累計的 OK 是小1等於 是累計的 那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就是說 至少有16個病人 會被治癒 對不對 那就是 這個 至多 和至少 對不對 至多15位 和至少16位 OK 這兩個事件 是互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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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呢 所以說 大1等於16的機率 會等於 1減掉這個 小1等於15的機率 所以說 就1減掉0.0432 OK 等於0.9568 0.9568 我們考試的時候 是會給表的 大家不必 那個 去計算 但是 但是你要會查表 你要會查表 好 那現在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我們現在健保 台灣 台灣健保是 是 在事業上算是 做得非常不錯的一個健保 但是 我們 還是有一些人呢 對健保是 有 有一點意見 像美國的話 是沒有健保的 這個 美國現在 這個 國家整個 預算是沒有被通過 所以說整個政府 停擺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 這個健保 OK 共和黨 不贊成健保 所以說 這個預算就沒有通過 那我們現在的健保界 本來是80的人贊成 那 我隨機取15位 那至少有8位 贊成的幾率多少 那 有14到14 10到14個人 OK 至少有14 10到14個人 贊成幾率多少 那 現在是說 至少有8位 至少有8位 至少有8位是多少 大等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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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不對 忽視時間 所以說呢 我可以用神老師書上的表 可以去查 小1等於7 那你現在是 這個 N等於15 對不對 然後Y等於7 然後P等於0.8 你去查 這個 查出來 OK 你做出來的這個 就等於0.012 所以說 所以說 至少有8位贊成的 OK就是1減掉0.012 會變成0.09958 所以大家都蠻贊成的 然後呢 有 有10到14位 這個居民贊成的幾率 OK 10到14位居民贊成的幾率 就是10到14 OK 10到14 這都有包括 所以說是 小1等於14 OK 減掉小1等於9 減掉小1等於9 對不對 因為這邊有包括10 所以說呢 所以你就去 陳老師書上 OK 就就查 剛剛講過了 這邊是 N等於多少 這邊是多少 剛才是15 對不對 15位 然後這邊是查 Y等於P等於0.8 Y等於14 那這邊是 Y等於9 這兩個幾率把它查出來 OK 一個是0.9648 一個是0.0661 所以這個差是0.0937 OK 所以說呢 有10到14位居民贊成的幾率 大概是90% 所以說大家要注意 就是說 我們這個 審考書書上的這個表 是累計的 OK 是累計的 然後呢 你有10到14位 就是X要大於10 所以說呢 你要把這個 小於等於9的 那個幾率要 要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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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也是算期望值 OK 就是說 美國這個大都會 OK 大都會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人獸公司 OK 現在在台灣好像已經沒有了 賣掉了 然後 他做了一個 那個 survey OK 就是說 在美國的出生 這個 出生 小孩子出生 英國裡面呢 大概有2% OK 他是雙胞胎 雙胞胎 所以說呢 那我就隨機抽 800個這個 BURTH OK 800個BURTH 就是出生的 OK 隨機抽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 這個 期望的這個 雙胞胎的 這個 個數是多少 然後 他的這個 這個 變方和 這個標準差 所以說呢 我這邊是有8000個實驗 OK 8000個實驗 那成功是什麼 成功就是雙胞胎 雙胞胎 那幾率多少 幾率是2 2%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個期望是多少呢 就是我實驗的個數 乘上成功的幾率 對不對 那我現在有8000個 這個BURTH 對不對 那 這個 這個出生的時候呢 是雙胞胎的 這個幾率是2% 所以8000 OK 所以說 有160個 BURTH 它是雙胞胎 OK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變方什麼東西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變方就是實驗的個數 乘上 成功的幾率 再乘上失敗幾率 對不對 所以說 我這邊 這個有8000個BURTH OK 有雙胞胎的幾率是0.02 沒有雙胞胎的幾率是1-0.02 就變成0.98 所以說呢 他的這個Stand Dimension OK 他的這個變方是156.8 所以開根號 就是他的這個標準差 就是12.5 OK 就跟各位同學 稍微講一下 這些這些的應用 好 那 最後再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浦阿松事件 浦阿松事件 浦阿松事件 事實上 我們剛才 有講這個 二峡分布 OK 二峡分布 二峡分布的公式 在這裡 OK 二峡分布公式在這裡 浦阿松事件 是一個稀少 稀少事件 的幾率 OK 幾率分布 OK 那什麼叫稀少事件呢 就是說 我這成功的幾率 OK 很小 非常小 那 我的這個實驗的次數 非常多 非常多 那可以證明 他會變成一個浦阿松分布 OK 浦阿松分布 N很大 OK 實驗的次數很大 P很小的時候 OK 那這個分布就變成浦阿松分布 浦阿松分布 會跟時間跟空間有關係 OK 每一個這個 某一個時之入口 每個月發生車禍的這個次數 OK 這是每個月 OK 它的時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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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桃園機場 OK 發生這個 這個空難的 發生這個空難的事件的次數 OK 也是 OK 這個 這個浦阿松分布 然後浦阿松分布 最早的 被 被用的就是 騎兵應該很會騎馬 對不對 那他被 被馬踢死 這個事件 是一個稀少事件 OK 所以說 騎兵 每年騎馬 譬如說在德國 或者是英國 那 這個騎兵 被馬踢死的這個人數 OK 就是一個這個 浦阿松分布 這邊講到 塔台 每半年發生錯誤的次數 對不對 然後呢 欸 就是說 你像 這個 這個細菌 OK 有害的細菌 OK 在我們的學域裡面 OK 應該是也是一個稀少事件 對不對 不可能說有害細菌 常常 存在我們 那個學域裡面 所以 ECC OK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空間 對不對 他某種細菌 他的個數 他就是一個浦阿松 這個 這個 分布 那這個 副表3 481頁到482頁 OK 就是我們這個 神老豬書上的這個浦阿松分布 但是 神老豬書上的浦阿松分布 這個 也是給累計的 OK 也是給累計的 OK 也是給累計的 浦阿松分布的這個 公式比較複雜 OK 就是 這個 這個X OK 是發生的次數 那 像這個二項分布是 0123 到N 對不對 就是實驗的次數 但是浦阿松分布 這個X OK 是從0到無限大 0到無限大 OK 0123 那一直到無限大 所以說呢 這是 這是 1 OK 這是指數 OK 1 2的 1 2的 2的 1 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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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的 1 平均數 OK 浦阿松分布的平均數 那浦阿松分布 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的平均數 會等於變方 平均數會等於變方 OK 將來各位做研究的時候 OK 資料分析的時候 你算出來的這個 平均數 跟變方 如果是相等很接近的話 你就要 就要懷疑喔 OK 你所分析的資料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服從這個浦阿松分布 那這邊就是證明 證明這個 這個浦阿松分布 OK 它的平均數 然後它的變異數 OK 都等於Mu 都等於Mu 那這個證明我就不講了 OK 這個 大家看看就好了 主要 主要的主要的這個 take home message OK 就是說 它的期望值 OK 會跟它的變異數 OK 是一樣的 都等於Mu OK 這只是做一個證明而已 好 好 浦阿松分布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OK 浦阿松分布還有一個 大家到大賣場 OK 到大賣場 OK 去買東西 譬如說家樂福啊 或者是 這個 Costco OK 你去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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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帳的櫃台 OK 等候 結帳的 這個 顧客的人數 OK 它也是一個浦阿松分布 也是浦阿松分布 好 那現在就是說 某個醫院 OK 這就是 這個車禍 OK 車禍 車禍 每一天有兩個車禍 來求診 OK 那 這個不可能 天天天天天天有車 就是車禍人數是很多 所以車禍是一個 是一個 七少事件 所以它是一個 破壞說分布 OK 然後這邊這邊就是 誒 至多三位 至多三位 OK 那這個mule 就是平均只有兩天 那你就可以 用這個公式 OK 來計算 我們 不會考你 怎麼計算這個機率 OK 應該是不會考 OK 要考的話 就會給表 所以說 那 這個0的階層 OK是1 0的階層是1 所以說這個mule等於2 OK 所以說這邊1的負二次方 然後2的0次方 2的0次方也是1 OK 那這個也是1 所以說這個機率是0.1354 OK 那1的話 就是1的負二次方 這邊是1 那這2的1次方 這邊 所以乘起來是0.27067 就這樣 就這樣算 OK 所以說 我們呢 完全沒有車禍的機率 OK 只有0.13.534 百分之13.534 OK 有一個車禍的機率是27.067 有兩個車禍的機率是27.067 OK 有三個車禍的機率是18.045 所以說呢 至少有三個車禍的這個機率 可以是大於3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沒有大於3 對不對 所以說 但是我們 這個大於3的機率 會跟這個大於3的這個事件 會跟小1等於3的這個事件 是 是互補的 所以說呢 我可以 這個大於等於3 大於3的這個機率 會等於1減掉這個 這個小1等於3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說 1減掉0.85 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OK 這四個把它加起來 小1等於3的機率是什麼東西 是等於0 等於1 等於2 等於3的機率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所以說這個等於0.85713 所以說 減出來是0.14287 所以14.287% OK 好 那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這個 比高速公路上 每天有5次車禍 車禍發生 OK 那 那 某天 這個車禍的次數 對不對 沒有車禍發生 小一次或多一次車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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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神老師說 有沒有5的這個機率 大家可以換到那個487耶 上面 這個 下半部 OK 那個那個是MU OK 大家可以看到5 OK 有一個5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C OK 就是012345 對不對 所以等於 這邊我們算比較精確的 其實精確的 就是說 等於0 等於0 OK 是等於0.0674 那10號數數上是把 把進位變成7 有沒有看到 沒有 來 普瓦松 你這個是普好收嗎 你這個不是普好收 你這個不是普好收 這邊 這邊有5對不對 然後 這個0 0.007 OK 好 然後小1等於3 小1等於3 你當然可以算 OK 但是你可以看神老師數上的這個 小1等於3 小1等於3 是0.0 0.265 對不對 0.0 0.265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0.265 OK 它是累積的 所以說 多於3的次數 大於3 對不對 就等於1減掉小1等於3的幾率 就是等於1減掉0.265 就會等於0.735 0.735 對不對 734 735 對不對 對不對 有看到嗎 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表不對 很好抽 在這邊 那這個是5嘛對不對 然後3 有沒有看到 有位查表 來 表在哪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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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面 好 好 我看看 負表3 這邊是5 對不對 然後這邊3 有沒有看到 5 3 0.265 OK 它是累積的 大家知道它是累積的 有沒有看到 有 都有看到 它是累積的 它是累積的 所以說 大家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 好 這邊最後最後幾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不用累積的 OK 最後就是 這個寫書 對不對 我寫過這個 十本的英文書 每次交對的時候 頭都很痛 最近寫了一本 最近才出版的 這個月才出版的一本 700頁 700頁 那 都會打錯 那要交對 所以說這邊說 有500頁 然後 有200個 OK 這種打字錯誤 OK 所以說 那 我現在就是說 我隨機 我可以挑一頁 OK 那它 正好有三個錯誤 OK 那正好有三個錯誤的幾率 OK 那你就是 你就是 就是 200除了500 每一頁 每一頁 平均的錯誤是 是 是 是等0.4 0.4 OK 所以說 我們可以去查表 OK 查表 這個 就等於3 對不對 所以說我看到 承導書上有沒有等於0.4的 因為承導書上的 是這個 是這個 累計的 所以說 我們要用那個 呃 我們要用這個 呃 要用減的 OK 那我這邊呢 從另外一本書上面 呃這個 有 呃 這個 這個表有放 放在CBO網上上面給各位 齁 那這個就是個別 個別數值的發生機率 OK 剛才這0.4 對不對齁 然後正好有三個 OK 這個是多少 0.072 對不對 正好有三個 就0.072 OK 承導書上的 OK 是累計的 那我在這CBO網上 附的另外一個 OK 他是 可以算個別的 OK 等於0.072 哦 大家要想 那這邊的話 呃 時間差不多 那這邊呢 這邊的話齁 就是說 我們呢 有一個這個 行銷的 OK 那 都會打這個 呃 這個0.0800的 這個免費電話 對不對齁 那他們是說 這個 有三個 OK 一小時可以收 有三個 OK 那個免費電話 可以收到 對不對齁 那我們 在每一小時裡面有三個 那現在就是說 欸 那我在 就是每一小時 OK 最多有三個 OK 至少 有三個 對不對 然後呢 五個或六個 OK 那這個的話就是 每小時 有三 有三 所以說 Admo 3 OK 我們可以用這個 神老師書算的 啊 你回去看這個 3 3 啊 那個Mu等於3 這個Mu等於3 至少有三個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呃 最多有三個 最多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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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3 小於等於3 齁 然後你去看這個3 小於等於3 好 這邊是0.06 0.647 有沒有看到 小於3 再3在這邊 3 小於等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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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47 OK 好 所以說呢 所以說 所以說大家就可以算 齁 小於等於3 然後 呃 這個 Admin 3 OK 就是 減掉小於等於2 小於等於2 小於等於2 小於等於2的話是等於多少 0.0423 所以說減掉0.04 0.0423 就是等於0.0577 對不對齁 那這個是算得比較精確 那最多5次 最多5次就是 小於等於4 對不對 減掉小於等於4 那小於等於4多少 小於等於4的話是0.815 有沒有看到 0.815 對不對 0.815 所以說1點叫0.815 0.18 0.185 有看到嗎 1點4 這邊 1點3 對 對 OK 有看到齁 0.815 所以說呢 這個就可以算出來齁 所以說這個 大家講到這個 免費電話齁 那個是 這個 席交公司付錢的 所以說呢 他要精打細算 OK 然後來算他要付多少錢 那這個免費電話的話 通常也是 稀少的事件 OK不會 常常有人打電話去 OK 所以說 這就是為什麼要把這個機率 都要算出來 那最後的話就是 就跟各位稍微 說明一下 這個二項分布 OK 就是說P小的時候 OK 這邊是二項分布的機率 對不對 10 OK 這是0.5 0.1 0.05 這是浦瓦松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P等於0.05的時候 N等於100的時候 這個分布 OK 機率就很接近了 OK 這邊就是說 當 當P小的時候 N大的時候 OK 這個二項分布 會 趨近浦瓦松分布 OK 那 這個 這個就是今天講的 二項分布 OK 浦瓦松分布 浦瓦松分布特性 平均數跟 變方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就是習題 習題的話 就是 105月 有兩題 106月有一題 然後另外 另外還有四題 三題 是在我們的講義上面 好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OK OK